2018年9月13日,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全面展开,丁俊辉在连丢两个赛点的情况下,抓住最后的机会,6-5惊险绝杀赛尔比,晋级半决赛,赛后,丁俊辉表示自己没有被赛尔比的节奏打乱, 用自己的方式打败了赛尔比,丁俊辉经现战胜赛尔比晚间的焦点之战,丁俊辉迎来与老对手赛尔比的第28次交手,比赛开始后,两位选手都没有打出流畅的进攻,休息前打成二道二平,下半场开始,丁俊辉连续打出,交0-1和9-18两个高分,取得4-2的领先,赛尔比随后打出1-66分, 扳回一局,丁俊辉在一场防守大战中顶住压力,5-3获得赛点,绝境之下的赛尔比,再次进入逆转模式,顽强的连胜两局,将地分版分5-5,决胜之,双方各有一次上手,丁俊辉46-30领先,随后的防守大战,丁俊辉留下进攻机会,在耳底拼球不中,丁俊辉再次上手, 最终6-5惊险绝杀赛尔比,晋级半决赛,赛尔比没能坚持到最后整场比赛,丁俊辉都保持了极强的耐心,对于自己在比赛中的心态,丁俊辉形容道,赛尔比打球的方式,就是不希望你能安心打球, 我一直让自己保持一样的节奏,有一样的想法去打球,没有让他的那个节奏影响我,能够在一场奥战中迎下赛尔比,有记者将知心容为,用赛尔比的方式战胜赛尔比,而丁俊辉的回答更加实,分霸气,不,我是用我自己的方式,打败了赛尔比,丁俊辉想在休息日多看看女儿丁俊辉与霍金斯的霸决赛将在周永9月15日, 这意味着在半决赛之前,丁俊辉将迎来一个宝贵的休息日,丁俊辉在这一天会做些什么?丁俊辉的回答充满温情,休息一天应该多看看女儿。